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可能需要分几次来把它分享完 神中心的思想 大家有没有想过 我们这位创天造地的神 爱我们的神 他有一个中心的思想 他给我们写的这本圣经这么厚 你看这本圣经这么厚 这本书有成千上万的事 像么多多包罗万象 但是在这本书 这本书有一个中心的思想 你想不想知道神中心的思想 我相信大家都可不知道 而这个中心思想是需要启示的 是需要启示的 那我们就开头 就先把这个中心的思想点出来 这个在以弗所说 保罗讲 神有一个 这个宇宙中有一个极大的奥秘 就是基督与照会 基督与照会 就是神中心的思想 基督是神的彰显 照会是基督的身体 基督加上照会 这个就是神中心的思想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们看见了这个中心思想 认识了这个中心思想 我们再来读圣经 我们再来过基督徒的生活 还过着我们的照会生活 还有我们的侍奉 就会非常的有目标 而且是有亮光 有启示 有这个生命的涌流 这是绝对的 因为这个东西 摸着神中心的思想 那这本书 它有十几章的篇幅 来讲到神中心思想 它特别先从圣经的头两章 和圣经的最后两章 头两章就是创世纪的第一章 第二章 然后最后两章 就是启示录的21章22章 从这四章 从开头到结尾 来看神中心思想 当然我们也了解 读任何一本书 你总要看它的开头 看它的结尾 那么这个开头结尾 就给我们看见了 它中心的思想 因为开头就是一个蓝图 结尾就是蓝图的完成 最终的完成 所以头五章 就是来给我们看 创世纪的第一章和第二章 神中心的思想 那我们今天可能就分享一下 头五章 就是第一章第二章 一直到第五章 这个给我们看见的神中心思想 那么这头五章 这本书的头五章 主要是给我们讲 创世纪的第一章和第二章 那么第一章和第二章 当然我们知道是讲神的创造 那么在这神的创造里 怎么能看到基督 怎么能看到赵慧 这个是值得我们去好好的去看的 那当然在创世纪 这两章里面 没有给我们基督的名言 但是给我们区区多多基督的表号 如果从整本圣经的眼光来看的话 就可以很清楚的了解 创世纪头两章有基督的表号 而且也有赵慧的表号 有基督身体 基督心肤 基督配偶的清楚的表号 所以我们来稍微的把这两章圣经 也就是这本书的头五章 给我们看见的 创世纪的头两章 给我们看见的基督和赵慧的项目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 那么这本书的第一章 就在创造的六日里 基督是生命 创造的六日 在创造的六日 我们跟小孩子讲儿童故事的时候 我们就讲圣经故事的时候 就讲创世纪第一章的头这六天 当然你首先你要了解 这六天神都做了些什么事 对不对 这六天就是神创造的一个简略的记载 不是详细的记载 如果是神把他的创造详细的记录下来 我们可能读起来太沉重了 也太难懂了 神没有意思让我们了解那么多 神就把这个创造里面 记载了跟生命有关的 启示出来的基督 给我们展示出来了 那么我们就简单看一看 创世纪的六章 这六天神都做了些什么事吧 那么在第一天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光来了 这个话来了 神说话 神有光 然后神的灵附照在这个水面上 首先是神的灵 神说话 然后神的灵 然后呢 神的光照 然后呢就带进一个光暗的分开 对不对 那么第二天呢 就是上下的分开 那么第三天呢 就是陆地从水中的分开 那么第四天呢 就是神创造了太阳月亮和重星 其实不是创造 是一个恢复他们的功用 因为太阳月亮重星已经在那里了 第四天呢 神不过恢复他们的功用 那么这个第四天的强的 具体的光体出现之后呢 那么第五天呢 就有这个低等的生命 不是在第三天的时候 其实当陆地出现的时候呢 就有低等的植物生命出现了 就像青草啊 菜鼠啊 树木啊 都已经出现了 不过到第四天 就具体的光出现之后呢 高等的有意识的生命就出现了 首先是海里的鱼 然后是空中的鸟 这是第五天 那么到第六天呢 地上的牲畜和走兽 爬物也都出现了 而且第六天呢 神创造了人 好了 那么在这些创造的记载里 我们看见一个明显的现象 或者明显的特征 就是这个创造 是为着 创造的目标 是为了产生生命的 你前面的光也好啊 这个上下的分开 海鲁的分开 这个光暗的分开 上下的分开 海鲁的分开 都是为了产生生命 而且产生生命呢 是从低等到高等的 最终在地上说产生的生命啊 是受造生命中最高等的 也就是人的生命 这个人的生命呢 是人是照着神的形象 样式造的 所以这个人的生命啊 是受造生命中最高的 有神的形象和样式 然后呢 也有神的代表全病的 能够叫神得出安息的 这样一个生命 所以呢 你看这个创造的记载 记录 其实呢 是朝着生命的 也是为着生命的 那我们知道 基督就是生命 所以呢 在新约就给我们看见 基督清楚地给我们启示 他就是生命 他来了 就是叫人得生命 所以呢 这个创造的记载 其实就是一个生命产生生命发展的 一个详细的记载 所以这就是在创世纪的第一章 给我们看见的 也是这本书的第一章给我们看见的 其实呢 那我们看见说 这个基督就是生命 而且基督又是产生生命的 这个必要的条件 比如说这个基督是灵 基督是化 基督是光 基督是灵 这是化 是光 这个灵化光来了之后呢 就带进光暗的分开 那么基督的十字架 也叫上下分开 然后呢 基督也是那个鲁地 第三天的创造 我们看见说 地从深水中浮现出来 地从深水中露出来 这个地啊 是在第三天从深水中露出来的 那我们也晓得 基督是在第三天复活的 他在死水中 他钉死之后 第三天从死亡里出来 从死里复活 所以这个陆地呢 其实就是代表 更是代表基督的 所以这一切 都是基督的表号 光啊 这个 灵啊 这个化呀 然后最后陆地啊 那么陆地出来了 也就是基督复活了 在复活的基督的生命里呢 就产生了 首先产生了 这个植物的生命 这个树木啊 对不对 那么圣经里也讲到 基督是那个树木啊 基督是那个真葡萄树 基督是呢 有名的植物 基督是各式各样的植物 植物的生命 也是这个基督的一个表号 基督的一个预表 好了 这是第三天 那么到后来 到第四天呢 太阳 太阳就是基督的 更是基督的一个表号 基督是呢 公义的太阳 对不对 然后呢 月亮呢 是代表照会的 反照太阳的光 众星呢 是代表众圣徒的 他们也是发光体 所以呢 在第四天 这个基督这个具体的光 太阳这个照会 这个月亮 反照的光 加上众星的光 这个光体出现之后呢 就在第五天 产生了这个有意识的生命 海里的鱼 海里的鱼 然后呢 空中的鸟 那么海里的鱼 那我们晓得了 这个鱼呢 是在海水中 海水是咸的 是充满死亡的 这个就是个死海啊 这个世界就是死海啊 但是基督来了 基督是满带着生命的 基督就像海里的鱼 在海 死亡的死海里呢 却不受死亡的侵扰 却能够活泼的活着 对不对 那他这个复活的生命 他这个活的生命呢 也能分次到我们的里面 所以我们这些基督徒呢 也能够在死亡的海中 死亡的世界里 死亡的死海里 能够活得好好的 那我们活得好好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里面 有基督这个复活的生命 这就是第五天 所产生的海中的生命 然后呢 海中的生命之后呢 就像空中飞翔的生命 所以基督的生命 也是超越的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看见说 这个超越的飞翔的生命 也是基督生命 更进一步的 在我们里面的成长 在我们里面的发展 好了 那么继续发展的结果 就是第六天 就是人的被造 那么亚当被造了 亚当是照着 这个神的形象 是造的 那神是谁呢 神的形象是什么呢 神的形象就是基督啊 基督就是不能看见 这神的像 这个在格罗西书 第一章给我们看见的 给我们知道的 所以呢 基督就是照着 这个亚当就是照着 基督这个像被造的 所以当亚当被造的时候 那他这个首先的亚当 是照着末后的亚当 基督的像被造的 那么他这个生命 就是人的生命 这个受造的生命中 最高等的生命 就出现了 出现在这个地上了 所以呢 这个生命啊 叫神满足 叫神安息 因为啊 地上出现了一个人 地上出现了亚当 这个亚当是照着基督造的 也就是说基督的像 已经出现了 基督的形象 有这样一个 有基督形象 有基督权命 有神权命的一个亚当 出现在地上 这个呢 叫神啊 能够得着安息 所以呢 这个他也有啊 这个他的代表的权命 所以这个就是 从创世纪的第一章 这个六天的创造 我们看见什么呢 我们看见生命 我们也看见基督 生命呢 这个这一切的创造 都是为了生命的 是朝向生命的 是以生命为目标的 而这个生命是在发展的 这个生命是在成长的 这个生命就是基督 自己在我们的里面 做我们的生命 产生的一个结果 这个就是创世纪第一章 第一个对我们看见 创世纪第一章 对我们看见 还有看见 许多的表号 而这些表号呢 就是基督的预表 就是基督的表号 就是表征基督的 用表征的方式 来表征基督 那我们看见什么呢 我们看见光是基督 我们看见灵是基督 我们看见花是基督 我们看见陆地是基督 陆地从死水中出来 就表征基督的 从死离复活 第三天基督从死里复活 我们看见陆地出来 基督出来之后 就产生了各式各样 丰富的生命 美丽的生命 这个各式各样的 植物的生命 就都出现了 好了 然后呢 我们看见 这个基督不光是这个陆地 而且是陆地上说 代表的生命 基督也是那个光体 它是那个太阳 它是那个公益的太阳 那么因着基督 这个光体的出现呢 就产生更多 有意识的生命 包括海里的鱼 包括空中的鸟 甚至地上的走兽 那么这些空中的 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 地上的牲畜 和各样的走兽 都是基督的预表 甚至那个爬物 你说那个蛇呀 这个爬物啊 不应该是基督的预表吧 但是你要晓得呀 主耶稣自己讲过呀 主耶稣说啊 人 这个摩西在跨山 怎样举蛇呀 人子也必须 照样被举起来 甚至那个铜蛇 也是预表基督 基督是在蛇的形状里 被举起在十字架上 它是有蛇形的 但是没有蛇毒的 也就是说 它成了人的样式 成了有罪之肉身的样式 但没有罪在它的里面 它是有蛇形 而没有蛇毒的 所以这整个 这个 这个 动物 包括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 地上的牲畜 走兽 爬物 它都是预表啊 这位基督的 那么最后 最终的 预表基督的 就是那一个 有神的形象 和神样式的人 这个人 当然更是基督的预表 它照着基督的形象 来创造的 那为着呢 彰显这位神 而且呢 也为着代表这位神 所以这就是啊 在创世纪第一章 我们看见的 基督是神的彰显 基督是这 所有这些个项目 积极正面的项目 也这也符合新约各罗西书说的 基督是一切正面事物的实际 所以在圣经里 在神的创造里 一切积极正面的事物 神说创造的 都是用来表征基督的 都是用来预表基督的 所以呢 我们在创世纪一章 当然就看见了基督 好了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进入创世纪的第二章 那么创世纪第二章 第一章给我们看见 看见什么 看见受造生命中最高的生命 就是人的生命 那么创世纪第二章 给我们看见什么 给我们看见神的生命 生命树所代表的神的生命 所以虽然人的生命 是受造之物中最高的生命 有神的形象 也有神的样式 但是呢 人里面呢 还没有神的生命 所以创世纪的第二章 给我们看见 遗电源里 这个余电源当中 那个生命树 生命树所代表的神的生命 哦 这个神的生命啊 是才是啊 人所需要的 所以神把人造好之后呢 就摆在这个遗电源里 摆在生命树跟前 其实就表达了 神的一个渴望 神渴望什么呢 渴望人得着神 神做生命 渴望人接受神呢 做生命 借着吃这个生命树 然后呢 得着神做生命 不光是一次的接受 而且继续不断的接受 一直不断的接受 这个生命的供应 叫它里面产生变化 叫它变化 里面也变得跟神一样 不光是外面 有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 更是里面呢 有神的生命 有神的性情 有神的构成 所以这个呢 就是神的口啊 这个呢 也是人的需要 所以在创世纪的第二章 我们看见呢 虽然这个人是完整的 但是不够完全 人有一个需要 人里面有一个需要 外面有一个需要 里面有需要什么呢 里面需要生命 就是需要神圣的生命 就是需要神明树 所代表的神的生命 外面有一个需要 外面需要什么呢 需要一个配偶 需要一个帮助者 所以在第二章呢 我们看见呢 这个生命树 所代表神的生命 还有呢 夏娃 所代表的 这个配偶 就出现了 所以在第二章呢 我们看见夏娃的 产生 产生啊 是借着这个亚当 这个产生了 这个夏娃 所以呢 在第二章 我们就看见呢 神的心愿 是借着神圣的生命 为基督啊 产生心肤 所以呢 这个呢 这幅图画 是相当的清楚的 在创世纪的第一章 我们看见这个 完整的人 产生出来了 但是第二章 我们看见 这个人亚当 他需要神的生命 他需要接受神的生命 他也需要啊 产生一个配偶 一个夏娃 来一个来做他的妻子 来做他的配偶 所以呢 在这本书啊 到了第三章 我们就看见说 神圣的生命 为着基督的心肤 为着基督的心肤 那么在这里呢 有几个点 我读给弟兄姊妹听 他说神渴望 人接受他 做人的生命 和生命的供应 他说在第二章 有这个独一 最高的生命 神圣的生命 非受到的生命 有生命数表征 那么在 在这个人受到之后 人要留意的 头一件事 就是要接受神做他的生命 那么第二件事 就是天天 在神的生命里 凭着 并借着神的生命 被变化 成为神的形象 使我们成为 神的彰显 然后呢 下面他就讲到 神圣的生命 和妻子 他就讲到了 这个亚当啊 有两个缺陷 首先他里面缺少 神圣的生命 第二个 他外面缺少 一个妻子 一个配偶 能够与他相配的 那么 这一幅图画 也给我们看见 我们的主耶稣 他也是一样 他来到地上的时候啊 他不光是做 神的羔羊 这个在约翰福音 约翰 很清楚 世纪的约翰 很清楚地见证啊 他是神的羔羊 除去世人之罪的 而且他也见证啊 他也是新郎 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 说取新夫的 就是新郎 哦 所以呢 你看见这一幅的图画 也是给我们看见 我们不光在这个 神中心的思想里 不光有基督 也有啊 基督作为这个新郎 也有啊 这个新夫 就是赵慧啊 做他的新夫 所以基督救赎的目标 是要得着新夫 那么这里有一段话 我读给弟兄姊妹听啊 他说创世纪二章的末了 末了的一项啊 就是新夫 就是配偶 我们需要接受基督 经历基督 并被基督充满 然后呢 这个经历的终极结果 结局 就是要我们 就是我们呢 要同辈建造 成为团体的新夫 与基督相配 我们越享受 经历 并实化基督 我们就越同辈建造 成为基督 团体的新夫 这里就给我们看见 这个第二方面 新夫的需要 然后呢 他说首先 我们必须接受基督 第二 我们必须因着基督 借着基督 并被 凭着基督被变化 第三 我们必须与同辈建造 成为基督的身体 做团体的新夫 与基督相配 这就是神 忠心的思想 这是神心思中的忠心 然后呢 神圣心思的忠心思想是 我们做活的器皿 成装成 必须在基督里 并借着那灵 将神接受到我们里面 做生命 和生命的供应 我们必须被变化 成为金 珍珠 宝石 并且我们必须同辈建造 成为活的肢体 活的身体 团体的新夫 有基督的性质 形状 外表和素质 做活的配偶 与基督相配 我们必须被这光照 光管制 并指引 这光啊 使我们丢下许多 其他比较不重要 没有价值 没有分量的事物 下面一段 我再读给你听 他说我们 在神圣生命的水流里 与别人同辈建造以后 就会成为基督配偶的一部分 我们会成为基督活的 进功用的肢体 这样基督就会因我们而满足 我们也会因基督而满足 这就是今天主所需要的 所以第四章就很详细地给我们看见 赵慧呢 就是基督的配偶 那他给我们看见呢 这个 从《创世纪》第二章 我们看见 这位 亚当的妻子 是怎么产生的 那么他就说 赵慧也是如何产生 并建造的 那我们知道了 那么那个夏娃怎么产生呢 夏娃 事实上在夏娃产生之前 神把神所造的许多的动物 都带到亚当跟前 那么亚当一一的都给他们起了名 但是没有看到一个 能够跟他相配的 之中呢 神还是叫亚当沉睡 从亚当沉睡之后呢 从他的肋旁 取出一个肋骨 肋骨 不是肋 用肋骨呢 建造成了一个夏娃 而这个夏娃呢 领到亚当面前的时候 亚当这一次说呀 这一次 这是我股中的股啊 肉中的肉 我可以啊 称他为女人 这一幅的图画 就是一个 赵慧产生的图画 也就是基督的心腹 基督的配偶 产生的图画 我们刚才提到了 基督来到地上 不光是要做救赎主 做神的羔羊 他爱世人 他更爱赵慧 为赵慧舍了自己 来救赎慧 他更是啊 要借助他的生命啊 重生赵慧 产生赵慧 所以啊 他在十字架死的时候啊 他的骨头 一个也不跟着断 其实他的骨头 就是表征他里面呢 不能被死亡 这个毁坏的 这个永远的神圣的生命 所以呢 这个基督在十字架上 因着他用 释放了他神圣的生命 就像他在十字架上 那个兵丁戳他的肋旁的时候 流出的血和水 所表征的 那个血是为了救赎 那个水呢 是释放了神圣 不能毁坏的生命 而这个生命呢 就产生了赵慧 就建造了赵慧 也就是啊 他的心腹和配偶 所以从创世纪底日章 下挖的产生 我们就很清楚的看见 赵慧 作为基督的心腹 作为基督的配偶 是如何产生的 那么这一幅的图画 就是非常的清楚的 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 赵慧完完全全 就是从基督身上出来的 所有基督身上产生 出来的元素 加在一起 也就构成了 他的赵慧 也就构成了 他的身体 所以赵慧完完全全呢 就是基督的构成 是由基督构成的 那么基督之外的 也就不能带到赵慧里 而只有基督的 才能够成为赵慧 这就是在这一幅图画里 我们看见的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再来看看 最后一章 在就是在这本书的第五章 他讲的在经历的一面 我们刚才已经非常清楚的 看见了基督的这一幅的图画 也看见了赵慧 作为基督的身体 作为基督的心腹 这一幅的图画 在创世纪的第二章 我们看见心腹的产生 就是亚当的心腹 夏娃的产生 他其实就很清楚的 给我们看见了 基督的心腹 赵慧的产生 那么现在呢 我们再来看看 在经历这一面呢 我们再来 在如何来经历 这个基督身体 基督心腹的产生 这就是这本书的第五章 这里说 借助生命的供应被变化 成为神建造的宝贝材料 这里很宝贝 他说借助生命的供应被变化 那这本书当然他给我们看见了 人是首先再继续给我们看见说 人是一个虚空的器皿 以成装基督 然后这就是人被造好之后 被摆在生命树跟前的衣服的图画 给我们看见 人有口是要吃东西的 人有口是要接受东西的 人就是一个空的器皿 不光是一个空的器皿 来接受物质的食物 应付我们物质身体的需要 更是一个空的器皿 来接受神圣的生命 来应付它里面真实的需要 也是神的需要 那么当这个人 当我们这个人来接受神的时候 那神进到我们的里面 也就是生命树所代表的 神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之后呢 我们里面就会有 一个生命的流 所以这一段就讲到说 一个我们要宝贝 宝贝的生命的流 那这也是创世纪迪日章的 那一幅图画 给我们看见的 看见什么呢 看见在伊甸园里 除了有生命树之外 还有一道水流 一道水流分成四道 然后呢 这个水流流过的地方 就产生了三样宝贵的材料 产生三样 哪三样宝贵的材料呢 就是产生金字 产生珍珠 产生红玛闹 红玛闹就是一种宝石 就是产生的三种宝贵材料 金字 珍珠和宝石 那么金字 珍珠和宝石呢 那如果你贯贪圣经 你就会清楚地看见 这就是三种建造 神完成的建造的宝贵的材料 至终呢 到了新耶路撒冷 这个 这个新耶路撒冷的建造 也是有着三种宝贵材料 来完成的 就是一个是金字 一个是珍珠 一个是玛闹 一个是宝石 这个宝石呢 有各样的宝石 所以呢 这一幅的图画 建造的图画 在我们的经历上 如何来经历呢 那么这本书就给我们看见 说啊 弟兄姊妹 当我们接受了神的生命 进到我们的里面 接受我们这个空的器皿 接受了神的生命 进到我们的里面的时候呢 我们不光接受了 生命术手 代表着神的生命 我们也接受了一个宝贵的生命的水流 这个水流啊 就一直在我们里面涌流 弟兄姊妹啊 你们 你里面 有没有这个涌流啊 我的确能够见证 我们每一个得救重生 有神生命活在我们里面的人啊 我们里面真的有一个生命的流 他说啊 我们要宝贵啊 这个生命的流 这个活水的流 活水的江河 这个重生的时候呢 我们就有了这个活的 行动的 运行的 活力充沛的东西 这是一道啊 里面的水流 哦 我们要让这个水流啊 一直在我们里面涌流 千万不能让这个水流啊 停下来 断掉了 你说这个水流还会停下来 还会断掉吗 会的 他说啊 有的时候啊 我们这个 做丈夫的 跟妻子吵架 吵嘴 争论 争论你争赢了 你得胜了 好像你啊 但是呢 你里面的水流好像断掉了 所以呢 他说这个 是很重要的 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甚至我们的照会生活 甚至我们的侍奉中 我们要非常宝贵 这个生命的流 有的时候 我们活在对错里 我们呢 做了一些得罪神的事 我们呢 不讨神的喜悦 那么这个交通的流 这个生命的水流啊 就会在我们里终止了 那我们就要悔改啊 我们就要认罪啊 我们就要让这个水流 在我们里面恢复啊 其实外面的对错 你说的对错 你的争论啊 你赢啊 你输啊 都不是重要的 重要的是你里面呢 要有这个生命的水流 所以啊 弟兄姊妹 我觉得这一篇的信息 到了第五篇呢 就给我们在实行上 在应用上 很宝贵的点 就是啊 我们一旦 我们一个重生得救的人 我们一个有神生命 活在我们里面的人 我们里面的的确确 有一个生命的流 我们要宝贝 这生命的流 我们要让这个生命的水流啊 在我们里面涌流 当这个生命的水流 在我们里面涌流的时候呢 就会产生一个结果 什么结果呢 就是我们这个人 就会被变化 哦 我们原来是泥土造的 我们是属土的 我们是属地的 但是因着这个生命的水啊 在我们里面涌流啊 我们就会被变化 变化成为宝石 成为神呢 建造他的照会 建造基督身体的材料 那么这个变化呢 更是非常的宝贵 那感谢赞美主啊 我们多多少少 都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 那么当然在这本书 他也提到啊 在变化 除了一个生命的水流之外 还是需要适当的温度和压力 你看呢 泥土要变成宝石啊 它是在一种高温 和高压下来变化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神呢 在他的智慧里 他也给我们安排了一些的环境 我们外面苦难的环境啊 我们外面受压力的环境啊 我们在一种高温高压的环境下 但是我们里面的水流 只要这个水流不断 只要这个水流一直在里面涌流 外面的环境啊 只能会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什么呢 帮助我们被变化 变化成为宝贵的材料 那么变化之后呢 我们就容易被建造 我们就很乐意跟弟兄姊妹建造在一起 如果没有被变化 我们都是孤立的 我们就是单独的 我们不愿意跟别人建造在一起 但是我们被变化的结果呢 我们就很乐意 与弟兄姊妹配搭建造 这个配搭建造的结果呢 就是基督的身体 就是基督的心腹 那么终极的完成呢 就是启示录的那个新耶路撒冷 所以呢 这就是头五章 给我们看见的 创世纪的第一章 第二章 给我们看见的基督与找会 简单来说 创世纪的神创造了 一切积极正面的事物 都是基督的表号 都是表证这位基督的 而至终呢 这位基督是要做生命的 而基督做生命 是要给我们来接受的 给我们来享受的 基督不光是生命树 所代表的神的生命 基督也是生命水的河 在我们里面涌流 我们接受了它 我们享受它 我们经历它 让它在我们里面呢 自由的涌流 然后呢 结果呢 我们就会经历变化 我们就会成为宝石 我们之中的变化的结果呢 我们就会建造成为 他所要的团体的心腹 所以呢 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 给我们看见亚当和夏娃 那么其实就给我们看见呢 整本圣经的一幅图画 就是基督与赵慧 基督是神的彰显 是神的具体的化身 是神的彰显 赵慧作为基督的身体 作为基督的心腹 是由基督的生命 所产生的 生命的分次 生命的涌流 还有生命的变化 所产生的 那这产生的结果呢 就是他的心腹 就是他的配偶 就是跟他相配的 这样一个心腹配偶 那么这就是 头两章 说给我们看见的 神中心的思想 简单来说 神中心的思想 就是基督 做神的彰显 就是赵慧 做基督的身体 做基督的心腹 是由基督的生命 基督的性情 基督的生命的树 生命水河 永流 分次 产生变化 所产生的这个结果 感谢主啊 我们就在 这个神中心的思想 如果我们看见了 这个中心的思想 领略了 这个中心的思想 成为我们管制的一项 我们就会保爱基督 我们就保备 他这个生命树 保备 他这个生命水的永流 也会啊 让这个水流啊 继续不断的 一直不断的 在我们里永流 我们也不会抱怨 我们就会乐意接受啊 他在外面环境中 给我们安排的 一切的温度 和一切的压力 哦 借着这个外面的环境 在家当里面 生命水的永流 我们就会被变化呀 我们就会变化成为 宝贵的材料 我们就能够被建造啊 我们之中就被建造成为 他团体的身体 也就是他团体的心肤 那就是叫神得着 最终心意得着完成的 这个最终的目标 我们感谢主 我们都在这个过程中 愿弟兄子民呢 你听见这段话 你读到这本书 也把你带到神这个中心的思想里 有份于基督 也有份于照会 祝神祝福 听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